接下來的話 如果有一道題目 我想要1到99分別幫我加基數跟偶數的話 當然因為有兩個print 所以就會有兩個NS 所以這個時候 我的想法是這樣的 第一個 因為我要輸出兩個 所以本來是一個NS 我這樣一個叫做NSA好了 A的話就是基數好了 偶數的話就NSB好了 所以我們輸出的話就分別輸出 一個NSA 一個NSB 所以輸出的話 這邊輸出比較好寫 這邊的話就是基數的加種 所以你可以先把就是變數跟這個輸出 先把它寫出來 所以這邊的話 它有時候這個 一個是基數 一個是偶數 所以我們先把print的部分也把它寫了 所以底下的話當然就是 會有一個基數跟偶數的一個加種分別輸出 當然一樣print的結果就是B 可是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分別把它做加種 當然這個地方 剛剛的這個程式部分的話 當然就改成NS等於NS加I 那當然我可以在回圈裡面加上邏輯判斷 那這種寫法的話 未來會反覆出現 經常出現 不管是Python 其實其他語言也是一樣 反正回圈裡面出現邏輯是很正常的 所以有的時候都蠻固定的 你就把它有點像照範本這樣子來書寫 所以要怎麼寫一幅 如果 所以這裡的話寫個一幅 上個禮拜也寫過的 如果什麼呢 那基數要怎麼判斷 一般的話我們會求餘數吧 除以二之後的餘數 假如為一的話 那它就是基數 反之就是零 那就是偶數 所以除以多少的餘數還記得吧 我們上禮拜的運算子裡面有提到一個百分比符號 這個百分比符號在這邊指的就是求餘數 那除以多少的餘數呢 應該是除以二之後的餘數 如果結果為 結果為的話 運算結果記得 結果一定是等於等於 等於等於一的話 冒號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的話是它運算的結果 唯一的時候 記得這邊一定要是兩個等號 不要是一個等號 一個等號是VBA的寫法 這邊一定要是兩個等號 好 那冒號之後的話 請你把下面這一行按個TAB鍵 因為它要在這個邏輯判到的下一階 意思就是說 如果這個I的值 除以二之後的餘數 餘數為多少 如果要用餘數 那我用餘數的餘數 那我用餘數的餘數 那我就把這個ANSA等於ANS 所以這個時候什麼狀況 才會出現 這個… 所以就是說 當它是13579 就基數部分 除以二之後才會餘數 所以基數部分就幫我把它累加起來 那目前寫完之後執行 你會發現 應該會指得到基數的加種 那你說老師偶數怎麼辦 偶數很簡單 請你在這個底下 Enter一下 然後記得按個back space 因為它的階層 必須跟if是同一階的 所以這邊的話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else 有沒有 這個是蠻固定的 然後Enter一下 在下一階做什麼 就是把偶數的部分累加起來 那偶數的話很簡單 你就把上面這一行 把它複製下來 然後改一下 改個b就可以了 複製的時候記得 階層一定要不要太前面也不要太後面 好 那這樣就趁著寫完了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應該可以知道我寫哪些吧 其實我剛剛第一步增加一個NSB 有沒有 所以等於是把原來的NS改成A 另外一個是B 第二個的話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這個條件 這個什麼 這個運算的結果 如果唯一的時候 OK 記得這邊是兩個等號 那就是個基數的累加 反之就是偶數的累加 應該可以理解吧 而且其實不要寫錯 這個一定要很熟練 這個架構是固定的 以後反正很多的數字問題都會類似 OK 這是一個範圍 然後你要判斷 如果當然兩重 True Hose是長這樣 如果是多重的話 那就是再加一個L 比如說未來你想說 不是不只是基數偶數 可能在3的倍數 5的倍數 7的倍數 有沒有 幫我加總 對不對 不一定是 等一下3加總 有沒有 3的倍數的加總 有沒有 3 6 9 有沒有 12 等等一直到99 OK 那可不可以等一下 可以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是可以把結果 print了出來的話 應該得到的結果應該是 基數的加總是2500 偶數的加總是2450 OK 當然我剛剛有提到 除了跑邏輯判斷之外 其實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跑兩個回圈也OK 其實兩個回圈倒也沒有不行 如果你要寫兩個回圈你就把他註解一下 那就是怎麼樣 就是先跑基數的 有沒有 然後這邊改成2就好了 有沒有 NSA嘛 如果你要跑第二個回圈的話 就把這個上面複製一下 那這邊改成B就可以了 有沒有 然後這邊改成2就可以了 這樣好像蠻簡單的 好像更簡單 可是當然兩個方法都可以 只是說你說哪一個好 因為我的角度看 當然回圈最好不要多跑 如果以效率上來看的話 當然剛剛的寫法會比較好 不過如果你實在寫不出來 哪個都好啦 寫得出來就好了 OK 所以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假如你不用邏輯判斷 你跑兩個回圈 結果一樣可不可以 一樣可以 答案不一樣 一模一樣 那有什麼差別 沒有差別 對不對 只是說如果以效率上來看 剛剛的跑的速度會比較快 快多少呢 快大概千萬分之一秒 其實是沒差啦 所以你說如果是考試好了 如果出一個題目考你們 你說寫得出來就好了 誰要管你 但是如果 當然因為這個數字很小 所以如果將來這個數字是很大很大的 範圍很多很多的 哇 那就不一樣了 好像那個有的時候電商 像淘寶的一個交易 可能是幾千萬筆資料同時運作的話 哇 那寫法不同 哇 那就差很多了 反應速度就會不一樣了 所以你一定就要寫對的方法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兩種的邏輯判斷 那我有把那個剛剛的兩種寫法 也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在雲端白板跟講義裡面也有 第二個一個地方 那最大的差別 就是說呢 回軒的部分如果基偶數 你會發現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後面這個step 可以把它改成2就可以了 然後初始值的話 就把它改成一個1一個2 有沒有 然後2的話 所以你看2 因為它step2 間隔2 所以就是2、4、6、8、10…到100停下來 所以理論上98下一個就100了 100的話就不會執行了 就停住了 OK 所以等同是把2一直加 加到98的結果 答案的話就是2450 應該沒有問題 好 那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地方 兩個寫法 你說會不會有第三種寫法 有啦 其實如果你要寫的話 不要用4迴圈 你用5迴圈也可以寫得出來 5迴圈後面我們再來看好了 所以如果你要把程式學好的話 記得回圈裡面就兩種 一個是4迴圈 一個是5迴圈 4迴圈比較強調是一個範圍 OK 然後5迴圈的話比較強調是條件 有點像1符 1符的話是一次而已 判斷一次 可是如果你要多次判斷的話 其實有點像類似用5迴圈 5迴圈的話一直判斷一直判斷 判斷 他反正後面那個條件為true 他就做下面的事 為true就做 所以他如果要離開回圈的話 那他一定要是後面那個條件 為force的時候 他就離開了 可是有種情況 他如果永遠都是true的話 這個叫做無窮回圈 就是程式就跑不出來 跑不出來的話什麼時候才會結束呢 就是直到電腦當機為之 所以有的時候如果你寫會 換回圈會比較危險 因為它是一個條件 如果這個條件永遠不發生的話 那就當掉了 OK 所以有時候有沒有 像有些程式不一直轉不停 因為那個條件不發生 他就不結束 不結束他就後在那裡 除非你用強制的手段把它移除 否則的話 他就一直盪在那邊 但是如果你用4迴圈的話 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反正那個範圍跑完 他就結束了 所以相較之下 如果回圈比較之下 4迴圈其實是比較安全一點的寫法 OK 好 試一下 那底下其實我也有問一下 那個ChargePT 請幫我寫一個那個有沒有 分別加種 那我發現ChargePT裡面寫的 其實它是用方法一 OK 跟我想法一樣 所以其實理論上一般大概也會用那個 不會跑兩個回圈 會跑一個回圈裡面加邏輯判斷 所以等於是延伸上個禮拜的那個邏輯 所以你邏輯一定要學好 其次就是寫回圈 兩個把它湊在一起 那就可以變換出很多東西了 好 那試一下 這個地方請各位把那個 剛剛這一題試著做做看 那再來的話 就要寫比較複雜了 兩個回圈 一個回圈其實簡單 通常一般都是一個回圈吧 但是很多程式呢 也會有寫兩個回圈的機會還蠻多的 你說什麼時候會兩個回圈 二維的嘛 什麼二維就是像Excel 一個表格有沒有 它就是兩個回圈嘛 為什麼一個列一個藍嘛 有沒有 所以是二維的話有列有藍 那一個表格的話 通常需要兩個回圈 一個回圈決定它的列 一個回圈決定它的藍 有沒有 所以需要兩個回圈 那如果假設你沒畫兩個回圈 那你表格資料就沒辦法處理了 所以兩個回圈的機會其實還蠻大的 那後面的話呢 我們就會來看那個九則乘法表 如果假設我要寫一個 像這樣的一個輸出的話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這裡有沒有規則性 應該有吧 前面的話叫乘數 有沒有1到9 你會發現1到9好像同一列都是1到9 同一列列則是橫的 那藍的話是重的啦 OK 然後 後面這個數字叫備乘數 然後呢 最後這個叫成績 兩個相成的結果 後面再加一個 TAB TAB就是 有沒有 那個什麼 我們按TAB 這個叫什麼 這個不是叫空白 這個叫什麼 定位點還是什麼 反正它在Word裡面叫定位點 反正就是一個TAB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的那個奇數偶數部分 先試著寫寫看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個九則乘法表 要怎麼寫比較簡單 就有一個 想問 這個樣子 是做的 這一個 我們可以做的 稍微響